奇闻,有关川普是天选之子的传说 在美国民间 甚至在英国和加拿大民间 有关川普,Donald Trump作为天选之子的传说 早已在各个基层教会传播 就连高度保守的阿米神人,Amish 也认定川普天选之子 此次总统大选 他们跑出隐居地 为川普投票 阿米神人骑着马或坐着马车的游行队伍 成为繁华街头的一起景 福克斯新闻撰稿人雷切尔·坎波斯达菲说 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圣景 雷切尔写道 阿米神人川普大游行 海岸湖泊的川普船只游行 汽车集会正在美国各地发生着 他们不是游竞选团队或当地共和党组织的 他们是普通人自发的 是人民的力量 阿米神人是基督新教重启派中的一个信徒分支 以拒绝汽车及电话、电力等现代设施而闻名 美国至少有超过30万的阿米神人 他们过着南庚女支的生活 也不太过问美国政治 这些保守派基督徒看见了原版英语圣经中 关于川普的描述 他们相信川普是圣经里提到的人物 是神选之人 川普名字的Trump 对应着经书中的凯旋 保罗用书信的方式讲了同一个故事 当末世审判到来之前 耶稣基督会将其虔诚的教会带入天国与之相聚 而那些死去的虔诚信仰者将入天国获得永恒的荣耀之身 依然活着的基督徒也将被接入天国 其肉身将直接获得不朽之荣耀 而Last Trump意味着 基督徒被提升所听到的最后的号角 意味着他们得救了 所以 这个Trump 川普 在4点16分的原剧中 被写作了Trump of God 神之川普 先知预言川普连任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不到三周 近期出炉的各项民调显示 总统川普落后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Joe Biden 6%至16% 不过 曾经成功预言 川普当选2016年 总统大选的基督教传教士沃尔诺 Lance Wallnau表示 川普将在上帝亲自派来的大天使帮助下赢得胜利 依据新约记载 尼加勒率领上帝的军队 对阵魔王撒旦与其邪恶战士 最终击败了他们 而在启示录中 尼加勒率领天使与巨龙争战 并将其击倒在地 川普10月12日 结束染疫隔离后 强势回归的形象 让川粉再度增加 即使他的民调被看衰 但已有不少分析师 改口认为 川普得票率将高于第一次大选 本周赌盘也有超过七成 押川普胜选 如今更出现了神预言 根据美国新闻极限 Newsmax报道报道 宣称拥有先知能力的沃尔诺表示 上帝已经派遣圣经中的大天使米加勒 Michael 带领一群大天使从天上下来 帮助川普赢得胜利 尽管川普的民调数据令人沮丧 但沃尔诺对这一转变充满信心 他说 在圣经的故事中 大天使米加勒 Michael 带领上帝的军队 对抗撒旦 极其邪恶的战士们 最终击败了恶魔 而目前大天使正在观察美国的政治 社会混乱 并将做出应对方式 他敦促美国民众 不要理会有关川普民调数字的悲观报道 他相信在选举日当天 投给川普的票数会激增 我相信上帝对美国的恩典与怜悯 还没有结束 如果川普没有坐在那个总统座位上 那美国就结束了 至于上帝为何要帮助川普 沃尔诺表示 上帝是在奖励川普为以色列所做的事 川普日内曾经宣布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将美国大使馆搬迁至该处 还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比你想象的更快 终结时代的先知指南作者罗斯 Roth也表示 选民应该研究 川普为以色列所做的所有美好的事情 这将胜过魔鬼 现在试图做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 我们将看到 上帝选出的人来统治这个国家 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 期待你关注频道 为您播报更精彩 为您播报更精彩